来 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于济静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曲薇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莎娜老师 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情感导师 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 了解一下这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和我女朋友两个认识很多年了 她是那种比较内向的性格 有什么事都自己憋着 明明不高兴了也不说话 什么事都要我去猜 对我又过分的依赖 我感觉这样的相处模式有点累 希望她能有改变 我男朋友其实对我很好 但是她总是看不到我的需要 总是忽视我 她想要的是自由的空间 但我想要的是百分百的安全感 我希望她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有请就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娃二十一 在一起两年了 认识了六七年 是初中同学 高中是同学吗 高中就不是了 什么时候变成了男女朋友呢 我上大学的那会儿 我追求的她 是一个学校吗 并不是一个学校 异地 异地有多远 四百公里吧 今天来干嘛 就是我感觉我和她的相处模式 现在变化是越来越大 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感觉她是一个特别温柔的女孩 我会经常去带她见我的朋友们 一起去吃吃饭 一起去唱歌 我感觉她和我的朋友相处都很融洽 当时我感觉挺和谐的一个氛围 然后过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 她开始挑刺了 开始觉得我那个朋友不好 这个朋友也不好 开始就是不讲理起来了 说我那个异性朋友 跟我走得可能过分亲密了 我们聊过一些话题 让她感到不适了 或者她推了我一下 可能确实是女孩子会吃醋 我就哄吧 然后慢慢地 她会让我把我的异性朋友 一个一个地全部都删除了 到最后演变成什么情况 就是除了我的家人 和我的大学同学以外 我就没有异性朋友了 她全部都给我删除了 就是她异性朋友比较多嘛 然后她那些异性朋友 就是平常可能就是做的行为 让我感觉到不适 说话可能没有分寸 然后行为上就是可能也比较亲密 然后就是我就是 行 删了就删了吧 对吧 到最后一棵树嘛 可以把森林都放弃了 这有什么不行呢 到最后她把陌生人都删了 然后她会当中 陌生人怎么会加你的呢 就是说比方说就是见过面 一块吃过饭的朋友 或者是初中同学 高中同学 我们的城市很小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见面的机会 我想说留个余地 因为有的朋友你就没有必要联系了 我觉得 所以我就把她删了 而且有的删除的好友都是那些 就是因为转账的时候 会看到对方是不是你的好友 然后就是对方已经把她删了的 然后我就给删掉了 好爱 人家是帮你清清朋友圈 还有就是她经常查我手机的事情 她会她之前是单独的 一周去查我一次手机 四五天去看手机 其实每次并没有查到什么东西 但是说最后她会当着我朋友面 大家就是很开心的一个氛围的时候 她就会 不自觉的就去看我的手机 就是我感觉这是一件 就是从定期的安全检查 变成了零检是吧 因为当时大家在一起吃饭 然后我就看她手机翻了朋友圈 然后突然她就抢过去了 然后她就是抢过去那瞬间 那个行为就让我觉得 她手机里会有什么东西 因为抢得特别突然 半年之前我创了一个微信小号 我一开始没想着创小号 是去试探她或者怎么样 我一开始然后我就加她 然后我就跟她开玩笑 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猜猜我是谁 然后她就说你是不是某某某 就是一个我不认识陌生女孩的名字 我当时就是觉得 她跟那个女孩会不会有什么事 我告诉你了呀 我也跟你发截图了 我也告诉你有人加我 我也把零支付发给你了 对 当时我大号跟她语之音呢 她也告诉我了 有一个女孩加她 然后我就问她 她跟那个女孩是什么关系 她就跟我说 是以前追求过她的一个女孩 然后我当时就是有点不高兴 我就说那你把她删了吧 你有没有必要联系了 然后她就告诉我说 行 那我删了 那个女孩实际是你是吧 对 你一人分事两绝对吧 对 删了吗 没删 她告诉我她删了 但是她没删 我小号还跟她聊着呢 聊得怎么样在小号上 非常生气 当时我就跟她说了 那个小号其实是我自己 然后结果我以为她会 过来跟我道歉或者怎么样 但是她没有 她就是 她愣了几秒之后 就是反过来问我 你为什么怀疑我 为什么要揣摩我的心思 对呀 这个反应很正确 也很正常 我一开始确实不是想 创个小号去 就是 但是 但是我就是感觉你是在质疑我 我当时 后来我也跟你道歉了 我觉得我可能骗你了 我也做的不对 但是 首先这件事情是你先骗的我 对吧 但你后来跟我说删了 为什么不删呢 出于好奇心嘛 好奇害死猫不知道吗 没别的事 就因为这个 然后我大学学的是话剧专业嘛 我们台词里面会有一些 就是她认为比较敏感的词汇 亲爱的 我的宝贝之类的话 她就吃醋了 我跟她认识了 已经六七年了 她也知道我是学这个专业的 可能会去有什么牵手的那些举动 但是那是剧中的事情 她之前跟我做过保证 说过不会因为这种事 不建议 并不建议 我会怎么样 那天又去生气 又去跟我 她没有吵 她每次吵架 她不会 她是不作声的吵架 半个小时她也不说话 我吼了她两句 她哭出声来了 哭出声来了 你告诉个原因 就是因为 你读台词让我不乐意了 因为当天我心情 其实本来就不是很好 她读台词之前 我跟她说话的时候 她也是对我 就是那种挨打不理的 然后之后 我就是听到她读台词 就是 虽然我知道没有什么的 但是就是心里还是很别扭 可能就是当时 就一下那个点 就让我生气了吧 我只是希望你能告诉我 去跟我解释这个问题 咱们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解决什么 你这么爱我 你都不知道 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吗 你一直让我揣测 你到底爱不爱我 我爱你 你也不能老让我去猜呀 那你怎么你都不知道 我想的是什么呢 还要我跟你解释吗 女生是不是心里就这么想的 经常在教哪里 年轻人 你看 我都把它画到吃醋 好不好 还有没有 不是因为吃醋而有的冲突啊 小朋友 有一次是 我当时期末考试 因为是上网课 老师跟我说 早晨九点的时候要考试 头一天我就问他 我说你能过来来我家 帮我录个视频吗 录个考试的视频早晨 我说我九点要考试 他当时答应我了 他说好 然后第二天早晨 我因为我很紧张 有点紧张 我六七点我就醒了 我就一直在等着 但是我当时就问他 你考试他录什么视频 我帮忙他拍摄 他是学声乐的 对 是学声乐的 哦 录那个 视频得有人录着啊 对 拍着 嗯 然后那天早晨都 八点二十了 然后给打电话他还不接 然后就有点着急 然后他去联系了我的家人 我家里没有人 然后我奶奶 从很远的地方 一个七十多岁老太太 跑回家里面喊我 说赶紧去给他去考试 吼了我一顿 我是心疼我奶奶的状态 我也是刚睡醒 我吼了他一顿 然后他又反过来 去说我的不好 我已经明明答应你了 我订的是八点半的闹钟 我九点肯定会到你家 因为当时我刚才没醒 我有他爸爸的微信 然后我就问他爸爸 我说叔叔您能不能 就是叫一下他起床 然后我怕他睡过头什么的 然后叔叔跟我说好 我不知道他的爸爸找了奶奶 然后奶奶从大老远的地方 着急忙忙跑回来 我可以理解你的不知情的状态 但是我告诉你了 我奶奶这么老远 我是在心疼我奶奶 我跟你说的也是这件事情 但是我不理解你 为什么会反过来 跟我吵起来呢 我当时就是考试着急 因为马上就开考了 听懂了 这个肯定心里不舒服 对吧 我们还经常会因为 我送他回家和不送他回家而吵架 这有什么好吵的 就是有一次 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看电影 看了一部恐怖片 他不害怕 我害怕了那天 看完了以后 大概九点多钟了 十点了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我今天有点害怕 我早点送你回家 我就赶紧打车回去了 他开始说的是 那你就自己回家吧 我以为他同意了 我就说 那你路上慢点 然后我还没有送他 然后他推开门了 就开始又不说话了 又是一种吵架不作声的状态 又开始让我等着 我说我送你回家行吗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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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没事又开始哭 我说送他了 你再熬更晚了 我更害怕了 他还是不愿意让我送 不愿意跟我说 不是 女孩的心思 就是让你猜嘛 对吧 在这之前就是 有一次他让我自己一个人 就是一两点 很晚地回过一次家 因为当时我真的很害怕 然后因为那个 我当时跟他吵了一架 我说为什么你 大晚上让我自己一个人回家 然后他当时也跟我保证了 说以后就是不管早晚 都会送我回去 然后但是这次 他一直在问我 要不要送你回 要不要送你回家 我就会觉得 他就是从心里不太想送我 他是一个倾诺之人 对吧 你承诺过我以后都送我回家 为什么这种情况 你还不主动 对 而且一直在问我要不要 要不要 就是不会说我送你回家 直接说出来 那你可以直接说我要啊 他不说 我也 你觉得说了以后很没面 对吧 我都说了没有味道 你就不懂我 对吧 对 我不想 你要爱我哪用我说出口来 对不对 我不想去强求他做这些事情 行 他还会因为我送他回家而生气 那是为什么 我更不理解了 因为当时不是他自己 是他还有他另外一个朋友 就是我们三个人 然后当时他那个朋友 是家里人在催他说 让他赶紧回家什么的 然后我是怕他 他那个朋友回家晚 我说你们两个家里顺路 然后你们两个一块走 我自己回家也没事 而且当时也不是很晚 那如果我送你回家了 你现在跟我生气 我如果那天没有送你回家 你又得翻脸 你要我怎么做 对吗 你怎么做都不对 只要听他的就对了 是吧 珊娜老师 你看珊娜老师笑的 就女人这点心思啊 你说你们干什么不好 你们恋爱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这个 就恋爱那个感觉特别好 就是一会儿我难受了 你把我哄高兴了 然后我高兴了 我又难受 就那个那种巅峰的体验 是吧 特别好 是吧 这就容易让男生跑啊 你这今天来不就想跑吗 这就差不多了吧 还有别的事吗 孩子 还有他 还有呢 想一出事一出的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俩之间 经常闹矛盾嘛 然后有一次 我们俩在上学期间 我们俩相差400多公里 就因为一点小矛盾吵架了 这件事是我生气了 他也认为他错了 错了我有点生气 我当时还在气头上呢 啥事你还记得吗 就是他好像是 跟一个男生聊天 我有点不乐意了 然后我就不开心了 就是你也有吃醋的时候 对 他不管不顾的 当时还上着学呢 就从400多公里外过来 打了个顺风车就来找我了 我说我也担心你 我更有愧疚感了 不光是我担心你 家人担心你 你还有学业在身呢 因为我是想跟你解决问题 我才去了 而且当时隔着屏幕 然后你也一直不说话 我是不想让你生气 所以我才去跑过去 我想见面聊 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你本来在手机上 我问你什么你都不说 我说了咱们慢慢来 你让我冷静冷静 沉淀沉淀 咱们一会就好了 没有必要 你说一时上头 你就400多公里 你自个小公园 打车也不安全 凌晨两点有一次 也是闹了点小矛盾 当时放假都在家嘛 凌晨两点 自有一个小姑娘 你生气了 你想出来 你想出来找我 你告诉我 然后她也什么都不说 突然就到我家面前了 凌晨两点 你说你一个小姑娘 打车我觉得很不安全 你告诉我一声 你不要想什么就是什么 我当时是想跟你解决问题的 然后咱们俩语音 我一直在跟你说 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 说了快半个小时 你一句话都不说 我是想就是能沟通 咱们两个能互相沟通 然后把这件事情 解决 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生气了吧 但是你一句话不理我 我就想过去见面 跟你说清楚这个事 女生的意思是 我要杀上门来 跟你说个究竟 后来这事说清楚了吗 说清楚了 然后我送了她回去的 就是闹了个小脾气 对 矛盾不大 但是我不安全 我是认为 行 你今天来干嘛吧 我想让她改一改 她这些 改什么 想一出事一出性格 然后不要去老 就是用一些小事 去刺激我 去故意地找事情做 好 她拿什么事情刺激你 就是刚刚我说那些 她故意地去找那些 所说的事情 跟那种异性聊天 是吧 跟什么曲尾聊个微信 什么的 是吧 我那都是正常聊天 我也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好 所以如果她不改的话 怎么办 那我希望 你会遇到更好的困 你大声说出来 大声 我 说出你的心里话 那就算我对不起你了 咱们只能离开了 咱们什么 只能离开了 接受吗 喜欢她 喜欢她什么呀 你说不上来喜欢什么 就是 这个恋爱谈的 是不是觉得还挺 挺好 很刺激 对吧 可以 有大的那种情绪的需求 都能被填补 对吧 我高兴你陪我一起疯 对吧 我不高兴你哄我要去疯 一直是在这个大的 这个内心需求里面转 对吧 你会觉得很累是吗 对 第一句说的 我希望你碰到更好的 对吧 第二句是碰到 就是我们俩那就算了 是吧 可能真的不合适吧 其实今天就是来分手的 是还是不是 我主要还是 你知道一个人改不了的 就是来分手的 那老师们怎么看待 他们这段情感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 ChuPieter问卷 王红兄 确实我也不认同有一句话 爱他就无条件地信任他 这很容易受伤 但是 我们在爱情的信任危机当中 如果过度了 可能他同样面临的 也是分道扬镳 其实你给他的信任危机 带来的这样的后果 远不及很多来爱情保卫战的男女 所遭遇的后果 但是这位男生 他已经扛不住了 受不了了 他刚才那句话是脱口而出的 那是心生 所以女生 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 如果说 你改不了自己 那这个男生 也肯定受不了 受不了 那只能分手 我想分手 让自己大哭一场 也好 好吗 谢谢波红兄 余老师 刚才男生说 不行就分手 对 之前提到过吧 都提到过 都提到过 那也没分呢 你也吓唬人家 是吧 是 对 到底为什么呢 问你俩同样一个问题 你认为 理想当中的感情 相处的模式 应该什么样子的呢 我认为是 大家一起和和睦睦的 和我的朋友正常的去交涉 咱们正常在一起聊聊天 不会做什么月隔的事情 和睦相处 女生呢 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 也要多沟通 然后互相理解 你沟通了吗 我跟他沟通 但是他不理我 那我刚才听到的是 有时候你就生气了 不说话了呀 我俩可能 是这样吧 都有这个毛病 就是生气的时候 对呀 你看没有沟通 是吧 对 在感情当中 我们要知道 除了自己 想要什么之外 也得看一看 我们能不能给到 对方一些 对方想要的 两个人只有 为你们共同的感情 去增加一些正能量 你们才能走得更远 而不是一味的 去消耗彼此 没有满足自己的诉求 然后就不断争来争去 最后就把两个人 搞得不伦不类 所以请两位 要三思而后行 谢谢于老师 曲总 谈了两年的恋爱 两年之后 有人问你喜欢对方什么 居然说不上来 这两年你们在谈什么 两年的恋爱 是要对彼此有了解 对彼此放心 清楚地知道 对方的缺点是什么 优点是什么 他的缺点 我能不能包容接受 优点 是不是值得我学习 压根没有 所以你做的 种种的一些事情 看起来就是 还不了解对方 那你这两年 白白浪费了时间 是在做什么呢 一味着自己的任性 一味着在找自己 所谓的认为 恋爱的那种感觉 却从来不会 考虑对方的感受 恋爱是要谈出来 是要沟通出来的 是要增进感情 稳定之后 是根本就 不需要去让对方 说什么自己 就可以有的默契 这叫真正的恋爱 否则就真是 应该早点分手 因为你不适合 磨合了两年 都没有磨到一起 还各过各的 这种状态 所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能谈下去吗 愿意去了解对方吗 还只是 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就这 谢谢曲总 珊娜老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信息秒回 随时报备 手机任意看 成为情侣之间 来衡量爱情的一个标准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这真的不是衡量 爱情的标准 也不是什么真爱的标配 就是虽然我们两个人 谈恋爱 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但是我们也是 独立的个体 然后好像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只要我们两个人 确立了关系 我们就不分彼此 所以就会出现 你们两个人 现在最大的问题 在恋爱当中 没有边界感 两个人都在做 越界的事情 女生做的 越界的事情是什么 随意地去联系 对方的家长 不管是你们两个人 谈恋爱也好 就算以后结婚也好 这也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任意把彼此的家人 朋友 亲戚牵扯到你们感情当中 都会将事态扩大 当你能够把考试这件事情 都依赖在男朋友身上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无能也到了极限了 他不来 你就没有办法考试吗 我问你他那天要不去 你就是不考了吗 不会吧 所以你为什么要去折磨他 要去折腾他呢 在那个时刻 你应该第一个想的问题是 我没有手机支架 我想什么样的办法 能把手机架高了 把我的全身拍下来 而你想的是 我先给他爸发个信息 所以你是为了解决考试这件事吗 不是 你是为了让他有负罪感 你是为了让他对你内疚 然后这样你好在感情当中 就能占上风了 这个心理是不对的 那男方乐界的地方在什么 你自己没有你自己的自控力 对 你刚才所谓的说 我觉得就 大家聊聊天 开开心心的聊聊天就好了 你都有女朋友 你不跟你女朋友聊天 你跟别的女生聊什么天哪 我问你 你要那些没用的女生 躺在你的朋友圈里边干嘛 这是你没有边界感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你们两个人在恋爱当中 不管怎么折腾 大家都一定要明白 虽然我们是男女朋友 但是我们一定都是独立的个体 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是为了更好的向上 而不是为了彼此折磨对方 所以守好各自的边界感 好吧 谢谢 谢谢善大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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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гл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感觉我为你做了足够的改变了 我希望你能做出相应的改变 我刚刚也跟你说了很多 我希望咱们在一起 是和和睦睦的 我希望你能 少一点吧 我只是希望你能做出改变 我觉得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 都是需要去相互磨合 互相理解 然后希望以后 就是吵架或者遇到事情的时候 可以多沟通 至于我跟你的关系 我还是需要深重考虑一下 谢谢两位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5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点咨询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接下来我们请老师们来预测一下结果 在这段恋情当中很显然 女生用力过度 而且用错了力 男生不出 女生出 恋爱是亲密关系 但也需要谨言慎行 预测两人双不出 双不出 我觉得他俩都会出来的 哎 又像现实妥协了对吧 我们看看他们俩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我刚刚跟你说了那么多激动的话 我会做出改变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朋友已经相处了两年多了 就本来是要计划结婚的 但是现在我却有点犹豫了 就自从计划要结婚 他就越来越忙 就很少照顾到我的情绪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变心了 我们两个在一起一直都挺好的 想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去努力就好了 但是他总是不理解我 总说我不关心他 我希望我们能够互相看到对方 欢迎两位 你们谈了多久 两年多的时间 谈了两年多 对 想结婚吗 想 你呢 想 正好已经到了这个试婚的年龄了 对吧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要干吗 就觉得有时候 就他很不理解我 就觉得有时候很委屈 然后就因为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的话 就感觉没有这个信心走进婚姻的殿堂 生活里哪些琐事啊 你觉得你们的情感不那么稳定呢 比如说就是有时候一些纪念日啊 一些情人节这些节日的话 我觉得他总是会忘记 然后没有什么行动 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没有以前那样子关心我 然后重视我 没有仪式感 对 其实也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的 就是我觉得 像我们这个岁数谈恋爱的话 就不能像年轻的小伙子谈恋爱那样 不是 你也是年轻小伙啊 三十四怎么了呢 我可能这个时候当下会觉得 那我只要记住一些比较重要的节假日啊 比如他生日啊 或者比较重要的情人节 我可能会精心地去准备礼物 那其他小节日的话 我可能就就不会特别地放在心上 但是你说就是这种形式的节日 还是说就会有一些形式感比较好吗 因为身边的朋友都会发朋友圈啊这些 那日常生活里对你好还是不好 关心吗 体贴吗 够不够 我觉得还是说不是说特别够吧 所以说感觉有点就是没有什么安全感 就比如说我就是和他一起去逛街啊 就我累了 然后拎着挺多东西的 然后我也跟他说我累了 但是他当时可能也在玩手机 在回信息什么的 他就没有听到我的这种回应 当时我就跟他很生气 我就不理他了 然后不回应他 他就觉得就是说我就不懂事 又或者是无理取闹这样子 我就觉得很委屈 逛街的时候你觉得没有被关注 因为他在回信息 回家之后呢 在家里你们俩的这个沟通状态是什么样的 回家之后 他其实就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啊 或者是回信息啊 就比较多一点 其实也没有吧 反正我回家的话 除非是很晚的时候才会去看手机刷抖音这些 你没有安全感还来自于什么 就还来自于就是他有时候一会儿对我好一会儿又不理我 然后一会儿就是我给他发信息 然后比如说我感冒了或怎么的 然后就女生都有一个月都有那几天不舒服的嘛 然后我就希望他可以在我身边啊 然后多关心一下我 然后可以在我旁边陪着我 但是他因为工作的原因就可能经常不再出差这样子 我就觉得就很没有安全感 我就觉得他是不是不爱我了 其实他发的信息我有时候也有经常的去回啊 但是他是那种一回来他上一条信息他下一条马上又会接着回 那我会我在工作的话会影响到我 我不能把好多时间放在回回复他这种信息上 然后他想要的就是让我立刻回到他身边 但是我当时在外面出差 我不可能第一时间赶回去照顾他 他经常出差吗 有段时间是有段时间不是这样子 基本上出差的时间会多一点 这我们怎么理解什么叫有段时间是有段时间不是 就基本上是比如说有时候他可能半个多月啊 这样子他可能待的时间在家比较久一点 那有时候呢可能一个多月都出差 那他在家里面的这半个月对你的关心你觉得够吗 我觉得还是没有以前那么好吧 就会稍微就是差了一点 但是也不是说一点都不关心 嗯 对 这是跟以前比是吧 对 除了跟以前比觉得他变 或者说他觉得他忽冷忽热 还会跟什么比 还会跟身边的朋友啊 闺蜜聊天的时候啊 就总觉得哎呀 怎么别人的老公这么好 别人的男朋友这么好 你觉得女朋友变了吗 我觉得他变了 他的变化在哪呢 经常性的无理取闹这样 就有一次呃 就在楼下快到50米左右就就快到家了 我当时在回复客户信息 他他就跟我在耳边说 他说他累了呃 想要跟我换双鞋子 他当时穿的是高跟鞋 他的意思是想让我立马穿上他的高跟鞋 然后走回去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马上就到家了 我觉得一个男生在外面换一个女生的高跟鞋走 我觉得会被人笑话这样子 就没有关心 其实我不是说就是说真是想跟他换鞋 只是说我跟他说我累了 只是说他要就是意思他要哄哄我 或者是帮我拎点东西 是这个意思 他当时就是在看着手机 所以说他就是没回应 也没有说帮我拎个包或什么的 所以我就一路上就就就就不跟他说话 回到家也不跟他说话 然后他就说我冷暴力 像这样的你认为的这个无理取闹的事多吗 我觉得还挺多的吧 就是他经常不会顾及到我在外面啊 有更重要的事情 然后他总是把这种鸡毛算盘的事啊 一定要跟我去理论啊 觉得我就是要先关心他 把他的事放到最重要啊这样子 所以呢你觉得他的事是最重要 还是工作上的事最重要 在你这个阶段 我觉得要分事情嘛 像他说的跟我说的那些 比较鸡毛算盘的事 我觉得就可以往后推一推 我还是这个年纪还是要以事业为主 然后尽快地步入婚姻的殿堂 我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找个男朋友 就是说需要关心我的 要不要我为什么要找男朋友 为什么要结婚呢 是吧 女士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啊 说我找一个男朋友 不就是要关心我的吗 否则我找男朋友干什么 对吧 那你觉得找女朋友是干嘛的 我觉得找女朋友就是 能两个人一起为未来 有一点规划的那样 如果我还年轻 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的话 可能我可以做到这些 但是我们现在都是要以 结婚为目的地谈 所以的话我更多的重心 会放在工作事业上 不是 你都对他不好了 你把重心放在工作和事业上了 谁会嫁给你呢 其实也没有说对他不好了 只是再怎么忙 每天晚上十一点左右的时候 我都会给他回个电话 但是有时候给他回电话的时候 才发现他已经不回信息 也不接电话 您照理做的什么工作要忙到说 每天晚上十一点 才能给女朋友回一个电话 其实也不是这样 他平时比较闲 如果一直回复他信息的话 他就会一直跟我聊个不停 所以这样后我就 把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推到晚上的时候 再给他回一下 所以你判断紧要和不紧要 是怎么判断的呢 比如说他生病了这种的话 那我肯定会第一时间 会去打电话给他安慰一下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安慰 有做到吗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好 什么事是不重要的呢 就他会跟我说 他中午吃了什么什么 晚上吃了什么 然后跟我说 那下次要让我给他做 他就这样的 诸如这样的短信的话 我是 我看到之后 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我打算晚上有空的 再给他打个电话 这样子讲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像这种日常生活 两个人不是就说 我开心的不开心的 就是说我会分享就给亲密的人 对不对 就是说因为你是我男朋友嘛 我肯定把这些 就我自己开心的事情会分享给你啊 女生现在就觉得 是不是恋爱的那种甜蜜感没有了 对就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但是这个也不至于说你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是因为他也会经常说我 就是这不好那不好啊 他会把我的缺点放大 然后 他会说你什么不好 其实我身上也有很多优点 他看不到 他会说你什么不好 会说我做事拖拉呀 然后就又要减肥啊 我觉得其实我还好 可能我比较追求完美吧 就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是100多一点这样子 然后现在的话认识一年多之后 现在都是110多了 然后我就会觉得 如果再不控制自己的体重啊 可能就会导致后面一些 一些高血压或者什么的问题 所以我就会 你这提前步入了余老师的年代了 所以我会跟他说 要求他督促他减肥啊 或者怎么样 你是怕他这个体重增加 对身体不好 对 还是你觉得他没有以前好看了 都有一点吧 都会有一点 倒才诚实 看我不像以前看的那么两眼放光了 是吧 对 所以说他就是经常会说他女性朋友啊 身材多好什么的 就是瘦啊什么的 然后他又经常就是说 把他朋友的事都放心上 比我的事情放心上会重很多 什么意思 比如说他朋友需要他办个什么忙啊 就比如说办个家啊 或者是他朋友找他解决点事情啊 他就会很上心 这个是你指的这个朋友是犯指所有的朋友 还是指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 也不是某一个人 就是只要是他的朋友 但是他朋友 他女性朋友还挺多 就是他对女性朋友比对你的事上心 这个要回应一下 我觉得我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包括对他 不是的 我觉得不是 你比如说有一次就是晚上 我就是说就是和朋友聚餐聚得很晚嘛 然后我打电话让他过来接我 但是他说他就是说正在忙 谈点事情 然后说让我自己打车回去 我就说都晚上12点多了 他这么放心让我自己打车回去 而且那天我稍微喝了点酒 因为当时我也处于在工作中 应酬也要喝 也在喝酒 所以我当时没有抽开身 不不不不 你们不要把喝酒这件事做成工作好吧 不就是给消闲吗 要陪客户喝酒嘛 有时候 你们俩当时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那接着我想问你 你现在想娶他吗 你刚才说过想结婚 我现在的问题是你想娶他吗 想 想娶他 为啥想娶他呀 因为 因为他是我目前身边最 就是 对 目前身边最合适的 那以后呢 以后也是 以后也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 恋爱的那种火辣劲不在了 一年多之后吧 在你们俩两年多的交往经历当中 有没有人提过说我们要结婚 有提过 谁提 我问他的 所以男生都没有提过对吧 没有怎么提 但是我问他他有回应 问他他怎么回应呢 就是说有规划嘛 规划什么时候 规划什么时候呢 因为他现在事业就是说刚起步嘛 他说规划的话就是说 来 告诉我 规划到什么时候 我觉得快的话明年就可以了 如果慢的话可能就要再过一年 所以女生今天来是想确认 对吧 对 这个我们往前走合不合适 是的 男生今天来的目的是 我其实就是 只要觉得他能改掉这个 这些无理取闹的这些小毛病的话 我觉得我们会走得更快 他以后可能无理取闹的会更多 介不介意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介意 好了 我的问题问完了 老师们应该在这段情感当中 看到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男生刚才说 她是你目前身边最合适的女性 我请问 过阵子出现一个更合适的怎么办 我不会再变形 我们说检验一个男生 对女生爱有多少 就看他关心有多少 陪伴有多少 仪式感有多少 你刚才说了三遍 我们这一个年龄谈恋爱 而且你把三十多岁谈恋爱 和二十多岁谈恋爱 分得清清楚楚 在您的心中 二十多岁那是谈恋爱 可以浪漫 激情 美好 我们三十多岁 直奔主题 那么也就变成了 二十多岁是谈恋爱 三十多岁是谈业务 我们两个人就商量着 能不能结婚 什么时候结婚 就行了呗 正是您这样的一种恋爱的定位 使您的行为 他不满意 甚至他忧虑焦虑 缺乏安全感 他虽然三十二岁 他可以享受一切 小女生应该享受的爱情 你为什么不给他呢 如果说你都看不到他需要什么 他渴望什么的时候 这样的爱情 您说他会幸福吗 男生明白吗 明白 谢谢包红兄 余老师 我先说我的观点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不适合在一起 知道为啥吗 两个人都在做计算 这边的计算是 能否在我的规划和管理范围内 包括体重 包括时间 你的回复消息的管理 所以恰恰你的真分冷 让女方 她的计算就失算了 而女生呢 在这种冷的状态下 而恰恰你又是一个缺爱的人 所以 在日常的这种计算状态下 好像他对你还可以 但是又缺乏了一种 让你特别想和他结婚的这种冲动 对 所以恰恰缺了这种冲动 于是他就各种的不满意 不满足 所以在一些节假日的什么礼节上 行事上 在一些撒娇上 是否还有五十米 我能不能走回去的 这个安抚上 就会小提大做 当然了 你用这样的方式去考量 本身就说明 已经失败了 当你说到某某人 比他好的时候 在你心底里面已经说了实话 在你的心里面 他已经不是你那个要嫁的人了 只是你觉得还有像是个鸡肋 他好像对我还可以 走又不舍得 不走又不是那个人 所以你们今天是在计算当中 勉强还能够有对话的空间 都心存侥幸 是否对方改一改 我就可以走下去了 你是那么说的吧 你也是那么想的吧 对 但是这一切 都是在最后腰直前的挣扎 可能你们说 一会儿我们想想 再鼓起勇气 再往前走一步 但是余老师想说的是 你这种情况真的不够看好 这是我给你们两个提的建议 谢谢余老师 曲总 男生强调自己没有变心 没有变心的行动 就是说我们会结婚的 对吧 但是其实你的变心 已经在很多细节当中 已经体现出来了 他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他需要减肥了 他的身材没有 某某女性朋友那么好 如此说来 其实你的心已经开始变化了 而最重要的一个细节是 为什么每天晚上11点之后 才回复他的信息呢 才跟他聊天呢 因为他一聊起来 就没完没了 你再烦他了 10点之前在做什么 你已经谈而皇之地 顺其自然地说 我是在工作 喝酒也是工作咯 其实你想想看 你多少次出差 真的是必要的吗 你多少次不跟他在一起 真的是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去做吗 其实不是 他已经没有以前 在你心目中那么重要了 所以他慌了呀 所以他才找了一些事情 比如说所谓没有仪式感 其实他做的 你会觉得冤枉我 做的还不错呀 重要的结实都有啊 但那都是形式 没有心 没有温度 想必你当时追他的时候 一定有用心去做的事情 用心去送的礼物 他一定不是像现在这样 还非得要一些形式上的东西 来框你是否还爱我 所以不用骗自己 这个女生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让你变心了 你一定要意识到 如果真是你们之间是无可调和的 不是一种沟通方式的一种缺失 那就是面对问题去解决的 如果真的是不是 没有感觉了 不再爱了 不想再去爱了的话 趁早说明白就走吧 没有必要在这么样的一个关系当中 去彼此好像我没有变心 我们能结婚的 但结婚之后也不会幸福的 女生听到没有 要 要不来 你身上已经没有吸引他的光了 你说的那些内容 他不感兴趣 很枯燥 觉得没有意思 很烦 那缺点是越来越多是你不够自己 关注自己了 你太放松了 在这种关系当中 好吗 让自己做得更好 再吸引他的唯一的方法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刹那老师 一个得寸进尺 一个得过且过 这就是你们两个人现在的状态 刚才几位老师 因为都是男性 他们没有怎么去说 你在这段恋爱关系当中的问题 那我今天必须要指出来 是为了让你就算结束这段恋爱之后 在下一段恋爱当中不失去自我 也不在教条式的谈恋爱 如果你是为了标准而要求 为了仪式感而去要求的话 你放心 你要求的那些绝对得不到 就算对方做到了也是被迫的 仪式感是对方需要发自真心 发自内心出于爱的表达 这样的仪式感才有意义 如果是为了仪式感而仪式感的话 那不叫仪式感 你跟男朋友的表达方式 为什么这么别扭 也为什么这么婉转 就像你说你累了这件事 你明明就是想让他帮你拎一下手里的东西 你就直接跟他说 你现在帮我拎一下就OK了 为什么要说我累了 让他自己去琢磨呢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累 你说的那个话特别好 我找男朋友就是为了关心我的 要不然我找男朋友干嘛呀 同样我要是男朋友的话 我也说我找女朋友也是为了关心我 为了体贴我 为了照顾我 要不然我找女朋友干嘛呀 所以同样的道理 你如果是带着尺子去谈恋爱 带着放大镜去谈恋爱 带着放大镜去找对方身上 每一处不好的细节的时候 那你这段恋爱越谈越累 只会让自己陷入泥潭当中越来越深 所以我劝你 如果当你找不到被在乎的感觉的时候 要么撤 要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不要去要求对方改变 因为当一个人 如果真的已经不在乎你了 你再去提任何的要求 只会让这个人离你越来越远 记住了吗 嗯 记住了 谢谢刹娜老师 他们的身上集合了 现在恋爱的很多问题 其中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同理心嘛 咱们老祖宗早就说过了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我自己不愿意这么做的事 我一定不让强迫别人去这么做 在你特别累的时候 突然他提出来说 来 今天你就得给我做顿饭 你不做这个饭 就是你不爱我了 你会做吗 我会做 你觉得别扭吗 会有点别扭 肯定别扭嘛 我今天都快累崩溃了嘛 我的对方就是要求 来 你给我做顿饭 你会做吗 就心里会不舒服 也会去做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就没有同理心嘛 同理心为什么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 可能是 就是时间 就两个人就两个人有点太熟了 是熟了 为什么熟了 因为倦了 为什么倦了 熟不是理由 熟的核心是倦了 为什么倦了 因为两个人 都没有所谓的闪光点或者优点了 就这么简单 我们就是在这种慵懒当中 在这种缺少同理心当中 把我们曾经爱的那个人给丢了 你们都在丢嘛 所以越来越远嘛 那成年人不如坦诚地说说 你们该怎么办嘛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觉得听了几位老师的话 我觉得确实自己身上 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确实没有尽到一个男朋友 应该尽到的一些责任 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会改掉这些不好的 尽快地跟你步入婚姻的殿堂 请你相信我 可能之前的话也是说 因为你的一些表现的话 让我觉得就是说 没有很多的一些安全感 但是刚刚听了老师的一些讲解的话 就是说我觉得我可能自身的话 也会有一些问题 希望就是说我可能更加给你一些机会 然后包容一下 然后我也会就是说 提升我自身的一些价值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通过 经约APP 天津FTV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你做一个预测 波红兄 我认为这一对恋爱人 只是爱的方式和定位出现了一些问题 应该都会出来 虽然不够看好 但是在最后对话当中 能够从自身去寻找原因和尝试 至少他们可能会双出 应该会双出 但生活当中能否 还像如初一样未必 对 都出来 但是等男生遇到那个比他更合适的 比他更瘦的呀 就不出来了 来吧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来 来 来 站 来 站 你们选择了出来 我们可以送祝福给你们 我们就是祝你们都能够开心快乐 现实生活的当初 不要骗自己就好 来 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